6月5日,伯爵携手青年舞蹈艺术家刘延在京举办了《天使的微笑摄影展》。 作为《天使的微笑》项目发起者,刘延亲临现场,与大家共同分享了他做《天使的微笑》项目的初衷,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。 刘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彩排中不幸落台导致瘫痪,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舞蹈的热爱。 今年5月,他重返舞台,坐在轮椅上的他只用上半身表演。细腻的手舞极具韵味,完美的演出征服现场所有观众。 谈及重返舞台的感受,刘延坦延。 我觉得特别的享受为大家一起呈现舞蹈的这个过程。 今天我用语言,我用语言的方式跟大家沟通,但你知道作为一个专业舞者,我太享受我不说话的过程。 然后我用非常多的动作来跟你们做一个交流,我来表达我自己,我觉得那个是我最擅长的。 所以我享受做舞者的过程。 目前,刘延除了是一名舞者,还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。 其课程主题正是中国古典手舞研究。 教课之余,他也把手舞交给了这群特殊的听力障碍的孩子。 我们很快在今年的年底就做一个周密的策划。 在明年的年初,你们一定会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看到这些小朋友跳舞。